中产党 今次我们三个中产党 说一些应该是中产的 但又很不道德的 不是说偷情 但与秋晴可能会有少少关系 可以有关系 但人们很喜欢偷情 你诚意想偷情 下次再找机会说 今次就是说黄牛飞 今次为何要说黄牛飞 刚刚出了新闻 这是什么事 刚出了新闻 政府提议 未知会怎样做 有三个做法 三招去打击黄牛党 哪三招 第一招 因为红管还有几个 一两个医馆 就是说它是不纳入 因为政府的东西 不纳入康民署的管车 所以你如果是红管那些票 炒黄牛的话 就不是犯法 首先就是把它撥进去 即是连一些原本豁免了 是这个 卖黄牛飞都没有市场馆的票 现在都是有事 也是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罚款增加到2000元 这个也算是第一样 罚款增加了 本来多少 本来不知道 总之现在是2000元 张飞也赚不到2000元 当然是 这个稍后我讲了实例给大家听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它要考虑 实名制 实名制 考虑实名制 第三样就是 将内部应酬的比例 由现在最高八成 记住是最高 你绝对可以不卖到八成 但是现在就想删减到六成半 这个会计 会计 总之一定要少 因为其中一个 我很看不起的议论 我开了名字 有些人不担心 我把你开名字 就是这个欧佑天 他就说 其实不能够接受 为何六成半这么少 他觉得应该要减得更加多 应该全部卖到街上 应该全部卖到街上 他很有股票的天分 因为这个想法就不像 你要违非 内部应酬 你应该违非 应该排到街货 我们应该排到街货 这样才能够到小股东 应该这么说 如果说关于股票的话 第一 证盈都不敢全部不为非 因为他之后就会没人买 是 当年来 当年 也这么说 当年七几年的时候 是全部内部认购的 不是 全部都是公共认购的 是没有内部认购的 但是发现这样是搞不定的 那也没人买 是 那不是没有人买 而是 大家只要买完之后 大家一起到一块订购 你没有一些人维持做长线投资 就是维持这个秩序 是 就一定要靠内部认购 是 如果你做这些的话 现在有一堆人 跟你大手买了一堆票 譬如说一些 赞藏机构 他们拿了一堆票 赞藏就拿了一堆票 如果你不让人赞藏 不让人拿一堆票的话 实际上你全会在街外 我首先在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我用一个产权的角度来说 意思就是 现在谁搞的秩序 主办单位搞的秩序 为什么会不是由主办单位去决定卖多少票 是由你政府去教他应该要卖多少票 我是要观众决定的 刚才周显大师已经说了 为什么主办单位搞秩序 主办单位搞秩序 就是因为要有冠名赞助 要投资很多东西 你如何回归主办单位 令他觉得值得搞一场秩序 就是靠内部认购 而且再进一步说 现在他打算降到六成半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真的能卖票的 不是每一场展示都是 有很多演唱会 有很多表演 其实是卖不了票的 那他靠什么方法 去确保他的盈利 就是内部认购 因为有人帮他围了票 现在这样的制度下 都卖不了票 你再推一推的话 就不用搞了 很多人常常关注 他买不了票的表演 但他永远不会想 其实有很多表演 是卖不了票的 但是他现在做到的舆论 就好像很多想看表演的人 很不满意 但我要先说 我要自首的 因为最近那场 王子华的动作笑 我就看了两场 看了第二场 和看了最后那场 那我两张票 都是王后票 而我为什么要买王后票 因为我 不怕浪费时间 所以他买就行 而不买王后票 我不是自首 我很骄傲 因为现在好像未拉 是合法的 是我帮Calvin买两张王后票 你也是王后票专家 你是王后票专家 我是王后票专家 我是王后票专家 所以我再拉回他 刚才说 欧乐轩演员 你知道什么叫做生意吗 做生意 就是要确保风险 才能够做 如果你把内部认购的比例 要压到六成半都不够 压到五成四成 那就没人搞秀 没人搞秀 最终的选害是谁 就是你那些想看秀的消费者 这个就是我完全明白的 我这么说 内部认购还有什么人呢 就是你们没有资格去参加 歌迷会的 我做了这么多东西 歌迷会 怎样歌迷会没有 为什么歌迷会没有 你们那些人 你把Cat & Fair 十年都买一次票 然后就交给你 现在突然很喜欢去 那为什么不加入歌迷会 歌迷会一定有 歌迷会一定有 为什么不加入歌迷会 你是迷的 为什么不加入歌迷会 再进一步说 这个场馆是政府的 那我们当然要保障公帑的人士 而现在的大前提就是 如果因为你减低了内部认购率 令那些秀少了 那谁最终是受害者 不就是用公帑去资助 搞这些场馆的纳税人 所以整件事我都想不通 想不通 我又拿回我自己的例子 去试试 将自己的秀 那场票 前面那位 可能买到六百多元 什么六百多元 不是 不是 最贵多少钱 最贵 你说王子画 差不多一千元 差不多一千元 那是最贵的票 我坐那些 那我看第二场的时候 是 是不是一千七元 第二场是一千七元 你坐的不是最贵的票 因为有人比你更贵 是啊 他那些中间而已 我先试试 如果要炒卦 有黄牛价一定有人比你更贵 黄牛价 我知道 我坐隔壁 第一次帮我买的时候 坐隔壁 原来是你朋友 是 那是一个少年赌神 是少年赌神 赌神 亦都是赌神 不过他赌得少 我刚刚碰到他 我跟他说 聊天 他说 看秀 然后说 我买多少钱 聊天 大家都是买黄飞的 我买一千七元 原来他买三千多元 三千五元一张 这些就不是说我们现在认识很有钱 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值 王子卦买这么便宜 比我们这些人出这么高价 我就觉得合理 这个有得解释 但他觉得我愿意出原本的正价的话 他买不到 有得解释 首先第一件事 为什么会有黄牛飞出现呢 当然是飞的价格 因为认识得低 所以人们觉得很划算 每个人都争着买 于是便会去炒高 为什么飞不买贵一点 这就是曾经孙盼文说出来 让人们万箭穿湿 最想就是王子卦 认识的飞这么便宜 你认识贵便不会有黄牛飞 理论上是对的 但就不近人情这种说法 我的解释是什么 其实有两种原因 为什么飞会买得便宜 第一 当然可能是 这个是Tommy 我们的朋友梁天卓教授 看出结果的原因 例如王子卦 他最后是一个告别秀 他不想太大压力 所以他的票 保证坐爆 其实也一定坐爆 不可能坐爆 但可能他不想那么大压力 如果我买到3000元张票 那些人如果觉得 不值3000元 就不是搞笑地说回水 是真心地说回水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其实 其实在香港 你卖的票买得贵 你要承担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的意思就是 是否搞错 人家杨千华都是卖1080元 你卖3080元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负担能力 他们就说 反正我都不是真的要靠这种东西 我就宁愿买便宜一些票 就不去承担这个道德 为什么这种东西是有证据支持的呢 你去找回外国的歌手 譬如英国、日本歌手 你就发觉他们的票贵 他们来的时候是贵一点的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不需要承担这个道德风险 来一次而已 诚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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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那时候Metellica来 那就是2000元张票 我解释一下这个状况 给你听 第一 你说他们不想赚那么多钱 那就是一个绝对错误的 是 但是道德问题 当然是有道德问题 因为那些人就希望 希望不要人家的形象那么差 外国来的时候成本高很多 所以他们一定要收不贵 不然贵到贵 因为他们整堆人 包括飞机来 那整堆人来 成本好贵 但是有几个问题 有几个技术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好像黄梓华那样 结果如何? 炒焦了 没有炒焦 是不是? 最后 最后 加长有没有? 加长 加那个时候 加长 最后我看的 我真的告诉大家 那我就买四千五张票 加长也四千 我那张也三千多 是不是? 因为他们 其实就是他们以这个价 是预加长的 是 即是他们不是预加这个价 我先开三场 再开三场 我明白 再开三场 所以他的价是什么? 这个原本都有一个这样的考虑 但是现在最惨的一件事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香港太多翻版 太多翻版的意思就是 我们原本有个预算 是去买CD、唱片、DVD 现在每个人都上网下来看 就是多了钱 多了钱 他就会把这些钱拨去看演唱会 因为演唱会就回不了版 结果 那个演唱会的需求就增加了 我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张五祥说过 他们说那个 虽然你是个徒弟 他们说过超胆 就是那些招牌超胆 因为怕人坐上去 因为其实做一个演唱会 你很容易最美的都会爆了 但是问题就是 中间便宜的那些位置要搞 但是每一个仙 他都希望爆了牌 如果你的 profit maximization 左之后 你的牌会不爆 你收的钱会最多 但是你的牌爆和收钱 都是两回事 就是你现在慢慢擠的话 你可以擠到很贵 但是问题是牌不爆 但是我也是想说回 其实为什么现在的人 是这么反对 然后有些民粹的政客就觉得 不如我宁愿你搞笑点show 我都想多些公开发售的票 不让你违非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要拘捕那些黄牛票的人去坐牢 原因其实不是因为他想自己买到 因为如果那些黄牛票消失了 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竞争票 于是就是斗快排队 或者就是抽奖 斗行运 其实说到尾 其实有没有黄牛票 你买票的机会也很未 最后应用了王子华的鱼蛋论 只不过是我买不到票 我也要你买不到票 这就等于我和买楼一样 你无论如何控制楼价 因为那些楼价也是这么多 这个问题是谁去哪有 所以现在 黄牛票也是 你不会多了人的 都数上可少人的 所以都是这么多的 于是有本土研究社出来说 楼价是和供应无关的 于是有些人来说 其实就是因为有黄牛票才很贵的 没有黄牛票就很便宜了 大家都可以有同等的机会看到这场场表 現在這麼多人打擊,反對黃牛菲,其實他們心裡的想法只不過是逃避了供求 如果有樓的話,大家一人分配樓的話,限定樓價,一樣道理 結果都是這麼多人拿樓,問題就是你不用花那麼多錢 我覺得那些人為何覺得黃牛菲是賣惡,因為有錢大不曬,如果有錢大不曬,你覺得怎樣分配票是最公平 當然是最喜歡那場show的人,你就應該去那裡買票 哪些人最喜歡那場show,就像周興大師那裡,就是歌迷會 那些人最喜歡,不然他不會長期加入歌迷會 又或者其實很簡單,我覺得以後賣票就問問題 我都說那時候,九石樣來香港開演奏會,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那些票票嗎? 然後我都說,很簡單,我問一個問題,你們個個都很喜歡九石樣 你知不知道九石樣那場演奏會有多少首歌,是跟宮崎進有關的? 沒有人答得到,原來只有一首,浪費氣,即是你們經常說很喜歡場show 我就要有個公平的原因去買到場票,根本就不是最喜歡的人 你們經常說要打擊黃牛菲,其實你打擊黃牛菲 可能一年裏面只有十場八場,是你們關注的表演 其他表演呢?原來你買了香港藝術館的套票 你就可以優先買到九石樣的票,為什麼你不買那個套票? 我覺得現在的討論... 這個其實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問題 我現在這樣說,你不需要努力,還有做沙律不做沙律 那樣東西是,你去了一個大家是公平 如果你不是需要努力的,你都是得到的,但是相同價錢 但是相同價錢,大家不用價格去競爭,這個人將不上理論 不用價格去競爭黃牛菲 其他人都要去競爭,但他們其實都不排,大部分都不排 如果你肯排,你都是買到的,是嗎? 我覺得現在討論比較奇怪,就算是業界的人 都說實名制很煩,比例增加了幾萬 但是不知為什麼,大部分的輿論都會覺得 黃牛黨是要打擊的 其實主辦單位都想打擊黃牛黨 因為他們覺得,有什麼理由你們這些黃牛黨 可以在我們那些票上賺壓我們的錢? 也不是啊! 我的錢都賺光了 我又說回張五常,張五常的理論 其實有些情況下,最低於他內地觀察到 其實主辦單位是默許有些黃牛黨的 因為他都不知道價格是怎樣一定 可能會高了,可能會低了 反而他設定了這個價格 然後那些黃牛黨就幫他出去散飛 所以有時候貴了,有時候便宜了 主辦單位是不介黃牛黨的 不過只是歌式介意 歌式介意,歌式是覺得 歌星是覺得主辦單位是賺錢的 歌星是主辦單位是不正確的 原來賣得這麼多錢 歌星是覺得很不少的 因為歌星其實呢 即明星、歌星這些 其實心理是最不平衡的 賺了的時候就是 賺不到的時候就賣不去 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件事 其實有十場數 即是香港平均計 我想起碼也有七場數是賣不完票 賣不完票是靠哪些人去刪票 其實都是同一班黃牛黨 黃牛黨不只是賣貴票 他都會賣便宜票 有些人會說 為何我未見過他賣便宜票 因為你只關心你想看的那些表演 你不想看那些表演 你不值一顧 你就不知道有些票是會便宜的 這個就是discount出來 等於好像股票那樣 有些是discount出來 你discount出來賣 即是這個很貴賣 這個很便宜賣 始終都要有一個人 有一堆人 負責幫他做retail散貨 這個最大的分歧是甚麼 我們是用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 但是反對黃牛菲的人 他是用道德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 在香港 我們從來都不是用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 我們是用科學的方法 那件事是合乎科學和不合乎科學 不是經濟學和不經濟學的問題 就是違反常理和科學 那件事是不行的 你不能夠那件事硬來的 因為我們經濟學 經濟學之所以是甚麼 因為它是科學來的 你不能夠違反公投定律 因為如果違反經濟學 你還需要 你還需要其他東西 會更加浪費社會資源 最後 其實我也拉遠一點去講 關於黃牛菲的事情 黃牛菲對中餐來說 值不值得買呢 我覺得是值得的 我值得支持 因為問題就是 我們實在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排隊 亦都我們想看的時候 我們可能真的想看一場票 我們當然要給多些代價 去買這場票的東西 我當日就教我們的朋友 那個朋友就不是中產 那個朋友就是混水 少年股神 少年股神也不算是中產 他以為他是甚麼 他是中上產 他以為他是甚麼 他當然是中產 中產不得了他以為他 我不知道他以為是甚麼 我以為他不是中產 我不要拉遠一點去講 我們找一集再講 我記得我當時在《混水》跟他說 買黃牛菲千萬不要限 一買就買到最前 因為你帶女兒入場那一刻 甚麼都贏了 那時候我記得 我帶一些朋友 我帶我老婆去看 說我老婆最安全 我帶我老婆去看黃子華 然後他說 為甚麼走到這麼前 還未能坐 還要走前 還要走前 還要坐第一行 你就是拿了我最前的票 其實買黃牛菲 為甚麼是這麼有利 就是因為你可以買到一些 其實根本在公開發售都買到公開票 你即是說反對那些是一些宅男 甚麼 我沒有這樣說 但如果你是宅男 你更加應該要支持黃牛菲 我覺得這樣 我記得如果你是宅男 就算你買第一堂 也認識不到女 當然 這就是另一件事 好 我們到這裏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